然后呢我们来看啊这个额氧模型啊 其实它这个东西是怎么组出来的 它是一些英文字母的一个缩写啊 那这些英文字母啊它都有什么啊 我们可以给它分成三部分 一个是AR一个是MA还有一个是I啊 一会儿咱们就一个一个都能看到了 首先呢咱们来说啊 这有一个自回归模型 嗯回归大家应该都理解吧 咱们之前说啊我要拟合一部分数据 然后呢我通过这个数据之言点啊 然后建立出来这样一个回归方程 在回归方程当中呢 只要把我的一个系数求出来就可以了吧 这是啊咱们的一个回归的模型 那自回归是什么意思啊 自回归的意思啊 就是说现在我拿到的是一个时间序列的数据啊 我没有变量和变量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只有我当前的一个值和我历史值之间的一个关系吧 所以说呢对于时间序列来说啊 我的一个自回归模型 它描述的就是我的一个当前值和我的一个历史值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我现在要干一件什么事啊 我现在要做的咱们刚才说的骨架啊 还有浆水料 是不是说要用我历史的一个数据 对我自身啊一个未来数据做预测啊 所以说我就得建立这样一个自回归模型了 把我的一个当前值啊和历史值之间联系好 直到你把这个当前值和历史之间 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参数啊 进行一个组合之后 才能得到一个预测值啊 这就是我自回归模型啊要做的一件事 那我的一个自回归模型啊 它有个要求 刚才给大家说过了 它必须满足啊 咱们的一个平稳性的要求 所以说在我的一个维码模型当中啊 第一步要做的啊 就是咱们的那个插分项 然后呢自回归模型啊 它有个PG啊 这个PG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现在呢 我可以把我的一个时间数据啊 比如说啊 我现在按天进行统计了一些数据 那我今天和昨天 那就是我指定这样一个接数 这个接数表达意思 就是说我时间的一个间隔 那一节呢 表示今天和昨天 二节呢 表示今天和前天啊 表示这样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当前的一个值啊 是跟我历史值前面多少个有关系的 那所以说啊 我就可以就是根据一个历史值 建立我当前值的一个预测嘛 那我的一个回归的一个方程啊 就定义成当前的一个值啊 我们指定成一个YT 然后呢 我们来看我前一时刻的值是YT减I T减I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I等于1呢 I等于1就是之前 比如说按天经统计前一天 I等于2呢 跟前两天有关 I等于3跟前三天有关 I等于4跟前四天有关吧 那这里还有一个球的磊家和 磊家和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今天的一个 就是我当前要预测的一个值啊 不光是跟我前一天有关 也跟我就是前一天 前两天 前三天 一直到前P天都有关吧 所以说呢 跟前P接啊 都是有关的 我们要建立一个P接的 自回归的一个方程 这个P啊 其实上是一个参数啊 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定义 我们这个回归方程的时候啊 需要你把P啊 实际的给它传进来 你自己需要指定好 我的一个P接啊 我是要用几接的 它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来看吧 就是说 在这个P接里边啊 是不是它每一接啊 就是比如说 这是YT减I YT减I 一直到YT减P吧 前面都有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自相关系数 自相关系数啊 就跟我们的一个回归模型当中 我们要求解的那个W参数啊 或者说那个C的参数是类似的 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进行一个求解的方法 求解啊 来说啊 咱们可以用很多种方法 进行求解啊 就是最大自然估计啊 最小二分法啊 就是最小二乘法啊 这些啊 都是比较经典求解方法 跟我们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算法求解啊 其实上来说是类似的 然后呢 后面有一个系统梯啊 这个一个系统梯啊 表示了我们的一个误差项 咱们在之前在讲经学算法 讲这个回归模型的时候 是不是也说过这个一个系统梯啊 我们是有这样一个系统梯 说它是一个独立同分部的 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推 最终推出来了 我的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啊 该怎么样进行求解的吧 所以说呢 在我的一个自回归模型当中啊 它也是有这样一个误差项啊 我们也用一个系统梯来表示 然后呢 前面还有这样一个常数项啊 比如说咱们那个小b参数 这些所有的常数项 我们都用这样一个谬指啊 来进行一个表示了 那这个啊 就是我的一个自回归方程的一个定义啊 这是我yt啊 是我的一个当前值 然后呢 有个常数项 有个p的接数 p接这个东西 也需要我们自己指定 但是咱们光从肉眼就能看出来 我这个p接指定成级比较好了吗 不太容易 一会儿呢 会给大家讲两个评估的方法 用两个评估一图啊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看出来 这个p接啊 是取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就是我们自相关的一个系数 我们要进行一个求解的 一个系统梯啊 是我们的误差啊 跟我们的一个现运回归来说啊 差不多 只不过说 现在我描述的是一个当前值 和历史值的关系 对于时间序列的一个数据来说 我当前值是跟前几节 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 要把前几节啊 都考虑进去啊 这就是一个自回音模型 相当于是 对我这个变量自身呢 做了这样一个回归的模型 然后呢 这个自回音模型啊 其实列起来比较好 比较简单吧 但是啊 它也是有一些限制的 嗯 它首先啊 就是说 你得用一个自身的数据 来进行预测 就是你拿什么数据 建立了你的一个自回音模型 那你还得用这批数据 来进行一个预测的 然后呢 它呀 是必须是有一个平稳性的 就是说 刚才也说了 咱们这个容量模型啊 一个前提啊 数据要有平稳性 平稳性就代表着 这个东西啊 是可预测的 嗯 就是咱们的数据啊 还必须得有自相关性吧 自相关性啊 也刚才大家说过了 如果说就是天和天 时间和时间之间啊 就是没有相关性 那这个东西 没办法预测了吧 必须啊 这个东西是随时间变化 而变化的 咱们才能进行一个 就是预测的 一般来说 相关系数啊 小于0.5 那就稍微有点小了 小于0.5的时候啊 我们就不采用这个自回归模型了 然后呢 我们自回归模型啊 只是啊 只是用于预测啊 给我们自身前期相关的现象 就是在我前期表现出来什么现象 我们预测出来的后期的结果 也是跟前期啊 是有一定关联的 就是说预测啊 是跟我们的一个历史 是相挂钩的 这就是我的一个自回归模型 AR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啊 叫做MA MA呢 我们管它叫做一个移动平均模型 这个移动平均模型啊 就是说 它关注的是我们自回归模型当中的一个误差项 误差项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在我们之前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说有了一个系统梯啊 那现在啊 我要预测的 就是我们误差项的一个累加的一个核了 我们来看 在这里啊 就是我要把我的一个移动平均 什么意思呢 移动平均啊 就是说我要消除一下 我预测当中的一些随机的波动 让我的一个误差啊 是越均衡越好的 所以说 现在呢 我就要消除啊 咱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军动 我又建立了这样一个移动平均模型 在我的一个移动平均模型当中啊 我就要求解一下 什么样的一个参数啊 跟我的一个误差项组合是更合适的 能够最好的消除啊 我的一个随机的波动的 那所以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建立了一个Q节的吧 我们来看 这块跟之前一样啊 也是跟前Q个时间点是吧 都要给它计算进内 那你这个Q值取什么呢 关于啊 这个MA也好 AR也罢啊 他们都是一会儿 要跟我们两个东西啊 就是两个图啊 一会儿画图来说 再跟大家说 用那两个图啊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 我们就把这样一个 P的多少啊 Q的多少啊 给它算出来的 然后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ARMA ARMA可以什么意思啊 把它结合在一起嘛 咱们的自回归 加上这样一个误差的一个评 就是再加上咱们的一个误差的一个 消除随机波动的这样一个移动平均模型 加在一起之后啊 就是把它的公式放在一起嘛 放在一起啊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需要指定哪个参数啊 P是我们需要指定的 Q也需要我们指定的 这个是我们要求解的 这个也是我们要求解的 是吧 咱们回归里边 参数要求解 P和Q需要我们自己指定 那这个啊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啊 而容量模型 而容量模型当中的I是什么意思啊 I指的就是说 我们要进行一个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前面 咱们在讲这个平均性的时候 咱们说有个差分吧 你要做 先做这样一个差分项 我们说这个差分项啊 就用这样一个小I来表示了 所以说呢 咱们现在讲的容量模型啊 它就是一个自回归的 一个移动平均模型 公式啊 定义也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咱们一会儿要做的时候啊 是要用一个 StateModels的一个酷 用那个酷的时候啊 咱们只需要往里边指定一个P 还有一个Q 还有这样一个D就可以了 P什么意思啊 P是指咱们的一个最回归模型当中的一个接数吧 Q呢 是指的是我们移动平均模型的一个接数吧 这两个接数 我们先给它指定好了 然后呢 再指定一个D就可以了 就是说 我们现在需要指定参数啊 就三个 一个是P 还有一个D 还有一个Q P呢 就是我们这个啊 P和Q是两个接数 D呢 就是说 你要是指定1 你做一节差分 指定0不做啊 指定2 做二节差分 做节差分啊 你可以自己先看好一下 看好之后呢 我们就去做这样一个差分就可以了 其实啊 就是通常情况下 我们做一个一节差分啊 就是关于这个D来说 做一个一节差分啊 就已经足够了 很少情况下 咱们是做这样一个比较高阶的差分的 然后呢 我们的Omai模型啊 它全称是什么啊 叫做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啊 就是我们来看看这是差分吧 这是自回归 这是移动平均啊 表示了就是我们的Omai模型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解吧 AR自回归啊 P是我们的一个回归项 需要传件参数 MA呢 是移动平均啊 Q是一个这个也是个接数 D呢 是我们的差分的一个次数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啊 它的一个原理就是说 首先啊 它是将我们的一个非平稳的一个时间序列啊 转换了一个成了一个平位的时间序列 然后呢 我们要对我们的一个应变量 就是什么随着时间去变化的时候 对它呀 一个滞后值 就是我们那个接数嘛 接数通常情况下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滞后值 我们对它的一个滞后值啊 以及随机误差项啊 的一个滞后值 就是根据它们整体啊 建立这样一个回归模型 滞后值啊 就是说 嗯 这个Q就是等于2 那个表示只有两接啊 P等于3 表示这之后三接 这个之后啊 就跟那个P接数啊 它俩是对应上的 那这个啊 就是我的一个RAM模型啊 它整体一个长的样子是什么 感谢观看